在这个五月 我们呼召了一班 刚刚考完中六文贫士 正准备升读大学的年轻人 接受一连串的训练 为了追求宿令上更大的成长 他们放下了自己玩乐的时间 也放弃了做暑期工赚钱的机会 全程投入地去学习 全力以赴地去接受种种挑战 他们除了参与由各青少年职工 为他们识心预备的十个课堂之外 他们的突破更加由每天的功课开始 每天的传道 每天紧密的联系 每天的运动 他们除了热心传道之外 更加愿意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为青少年筹备了不同的活动 他们有一班被照顾 不善于表达的年轻人 慢慢地探索 认识 发挥自己 成为一个可以靠的准大学生 肯定是什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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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和 啊 在过程中 纵然会有挫折和失败 也会显露了不少他们性格上需要成长的地方 但是他们选择坚持 学习迎难而上 他们也都渐渐明白到个人的得失不是最重要 当愿意去互相扶持和激励 他们变得团结 而且更加成为对方属灵上忠实的伙伴 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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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ir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不想讨计啊?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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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仍很努力地去装备自己 预备为神做更大的事情 太棒了 教会需要这群年轻人 将来就是他们要去带你教会 复杂 终了 這個計劃裏面,我對於傳道和結合關係上都未分明 參加四年師傅最大的得著是我可以認識到一大群很好的弟兄姊妹 一起做我十年上的戰友 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令我變得一個更加去表達的人 和他更加懂得如何為神去祝福 學會如何將放眼在神的角度而不只是想自己 最大的得著就是可以在每一次的教堂裏面都聽到神的話 而成為一個合許心的人